中共登陆艇罕见入侵台湾金门限制水域 台军方加强戒备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陆军司令部周六6月1日表示 5月29日有两艘中共登陆艇进入台湾金门限制水域 这是继中共海警船后 还有登陆艇入侵台湾海域 据了解 台湾金门的泰武山雷达站与海巡暗季雷达站于5月29日上午9点13分 监测到中共弦号KD-161及KD-162的陆军补给船 航经台湾金门敌山南方限制水域 台湾媒体联合报比对台湾海巡署公布的陆军补给船补影像指出 入侵金门限制水域的因为欲南籍改进行坦克登陆艇 改进行笔原型艇多出闲侧掉避与疑似电针天线的结构 登陆艇原用于执行两栖攻击 运送车辆、部队和自重任务 台湾陆军司令部表示 金门防区当时立即依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 通报金门海巡队前往应处 并通令战备部队加强戒备 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则表示 这两艘船动机不明并持续喊话驱离 后续两船在95时三分驶离 全程约40分钟 依金门县政府公告金门地区禁止限制水域范围 是正东方转向正南方向外缓冲1000公尺至2000公尺 于向外缓冲300公尺 金门堤山南方限制水域则是2000公尺的范围内 根据联合报报道 台湾国防部高层官员指出 金门因为位于厦门湾内 东西两侧都有大陆的港口 船只往来非常密集 中国船只从台湾限制水域的边缘超进入切果 其实已经有相当的时间 与航向正对台湾巨首岛屿而来 两者的威胁度差别甚大 中国称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23日至24日 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 称该演习是为了检验对台联合夺权 要预战控能力并称这是惩罚性演习 对台独势力谋独的警告 台湾国防部周六表示 至上午6点前的24小时内 真获共击9架次 共坚6艘次及海警船4艘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有8架次共击云越海来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对台湾持续进行常态军事压迫 根据台媒中央社先前报道 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学者白铭 朱敦舍分析 中国这次军演的重要性在于 北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些军演 使中国军方与台海及其周边区域的行动常态化 甚至提高强度 借此创造一种新常态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沃德奥斯汀周六6月1日 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安全峰会 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 印太地区进入安全新时代 华盛顿正在加强起联盟网络 以对抗中国日益扩大的军力和影响力 他并强调只有亚洲安全 美国才能安全 奥斯汀周六试图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上 以缓解人们担忧乌克兰和加萨冲突可能分散美国对印太的安全承诺 此前一天 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超过一小时的双边会晤 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表示 尽管欧洲和中东发生了这些历史性冲突 但印度太平洋地区仍然是我们的优先战区 在乔拜登周拜登总统第一任期即将结束 今年11月与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竞选连任之际 奥斯汀这番话似乎只在留下拜登政府在该地区的明确遗产 奥斯汀直言 让我清楚地说 只有亚洲安全 美国才能安全 这就是为何美国长期以来保持我们部队部署在本区的原因 他并强调美国坚定致力于印太地区安全承诺 我们全力以赴 我们不会离开 从日本到菲律宾 澳大利亚 美国正寻求深化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并加强联合军事演习 并定期在台湾海来和南中国海部署军舰和战斗机 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和影响力 这让北京非常愤怒 认为这是美国数十年来致力于遏制中国的一部分 奥斯汀说 过去三年来 印太地区安全领域几乎所有方面都出现了新趋同 各方对伙伴关系的力量有共同理解 并在定义一个印太安全新时代 然而 奥斯汀表示 这并非强加一个国家的意志或霸凌或胁迫 此与显然以不点名方式在批评中国 中国已经加大了对民主自治台湾的武力恫吓 并对在南海的主权声索日益更强势专断 奥斯汀说 这种新趋同意味着团结在一起而非分裂 意味着良善国家团结在共同利益和珍惜价值下 这是主权国家的自由选择 在奥斯汀发表演说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燕忠对记者表示 美国对这些联盟的极端发展让其他国家不安全感增加 中国官媒样式辖下新媒体预言谈天随后也发文表示 美国印太战略 满是华丽辞早 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号 但实际上却抱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 搞封闭排他的俱乐部 真正目的是把一个个小圈子融合成亚太版的北约这个大圈子 从而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地位 近年来已成为美中关系的晴雨表 一周前 中国才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 并在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后 发出对台独势力发动战争的警告 北京方面称赖清德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 周五 5月31日 奥斯汀在新加坡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晤 这是两国国防部长时隔18个月来 首次进行实质面对面会谈 奥斯汀表示 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恢复军事交流 以回应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访问台湾 随后美中紧张关系受到诸多问题影响进一步加剧 包括据称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被击落 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与佩洛西的继任者凯文麦凯 杨凯文M.C.Kartsey的会晤 以及美国对台军事援助 奥斯汀在周六表示 我告诉董军部长 如果他为紧急事情打电话给我 我会接电话 如果情况相反 奥斯汀直言 我当然希望他董军也会这么做 相信这样的沟通有助于推动地区 实现更高层面的稳定和安全 奥斯汀在回答湘格里拉对话 预会者有关他和董军会面内容的提问时 透露双方讨论了一系列 对彼此都重要的实质议题 也会继续确保沟通管道畅通 他强调 美中关系是基于竞争 我们不寻求一个对抗性的关系